咬咬力也衝翔 我在洗米啊 不是講你洗米啦 要一個Semicon台灣2024啊 蛤?Semicon台灣2024 對啦 走走走 哦好 走走走走 好的 歡迎來到Digitize展會直擊現場 我是ICG的咬咬 那今年的Semicon台灣2024 不論是在攤位或是在展會的規模數量上 都比去年來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今天我們要帶各位看 6家的指標性廠商 包含了像是細光子的兩側方案 也包含了像是先進封裝的一些材料的方案等等 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過去看吧 Let's go 好的 今年的Semicon的一個展會重點 除了設備廠之外 其實材料商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攤位呢 是永光化學站的一個攤位 那在我旁邊的這一位是電話事業群的孫哲仁副總 那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副總呢 稍微說明一下今年的一個展出的亮點是哪一些 各位大家好 我是電子化學事業處副總 孫哲仁 今年展出的亮點呢 我們看著今年AI的這個趨勢發展 所以呢先進封裝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角度 隨著COWAS的技術發展 另外一個技術叫做FOPLP呢 也在同步的發展 那永光化學在FOPLP呢 因為材料的限制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製程呢 開發他測出需要用的光組 然後讓他在製程上使用的製程跟良率呢 可以更提高 另外呢 我們也因為玻璃機板耐熱性的問題 也開發了低溫的PSPI 即西亞安光組來搭配 讓這個製程能夠更順利 那這是我們現在的 所以這一次展覽的主要的亮點 OK 謝謝副總 那這邊其實也想要請教一下副總 我想今年其實有很多廠商都有投入FOPLP 這樣的一個發展 那其實永光化學呢 大概是怎麼樣去提前佈局這樣子的一個領域 然後有什麼樣的契機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分享的 OK 永光呢就是在地化公司 所以在地化公司就跟在地化公司來合作 所以呢永光不斷的在跟公園院 以及我們業界的廠商呢 做密切的合作開發 先進製程的材料 FOPLP的材料就是我們的其中一支 那隨後呢 我們陸續相信未來也會持續的發展 配合國內的產業在地化的供應 能夠提供優勢的產品給國內的廠商來服務 謝謝 好 謝謝副總 謝謝 在這個半導體的生產過程中呢 其實檢測跟計量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一個攤位呢 是德綠的攤位 我們特別邀請到的是AOI的研發四組 經理莊富杰來跟我們分享他們今年的一個展出重點 那我們有請我們的經理 來分享一些他的一些內容 來有請經理 各位好 我是德綠科技的代表 那我們德綠科技至今已經三十個連同 那我們主要是著重在於所謂的 自動化光學檢測的設備的研發上面 那基本上我們其實是從所謂的S&T的組裝電路板 開始著手起家的 那今天主要的主題我主要是介紹我們的 Waver Brain Phone的這一塊的部分 那它的機台的代號是7950 QS2 那主要它是可以針對我們所謂的 Silicon Wave 或者是Glass的Panel Level Package的部分 那當然在Waver的部分包含了所謂的Pattern Wave的檢測 也包含了Bunting Wave的檢測 也當然也包含了Waver Frame的檢測 是屬於所謂的中段到後段的一個Total solution 那原則上它是一個Multi-Sensory的部分 所以也包含了所謂的可見光的部分 還有鏡頭外光的部分 那在最近的比較夯的COWAS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包括了所謂的TSV的 氣穿孔的量測的部分的模組在裡面 那未來可能還會有所謂的Panel Level Package 所謂的TGV 玻璃的深度兩側的部分 含在內容 那這邊其實也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你剛好提到很多 關於像是晶圓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技術 或是一些封裝等等的一些Solution 但是我們都知道說其實檢測的方案 其實坦白講也不是只有你們家 可不可以跟我們聊一下 你們的一些競爭用是大概有哪一些 原則上相信在Waver Frame Phone這個AOI的部分 全世界你設備出來可能會有4050家 甚至更多 那其實我們的主要Focus是在 比較最近比較多的Interposer的 所謂的TSV 或者是玻璃機板的TGV的 的一個量測的部分 那原則上我們這台機器 其實後續會有所謂的 吃圓的方案吃方形的玻璃方案在同個機台內 所以會二二一的做法 是是是 非常謝謝經理的分享 謝謝喔 謝謝你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這家公司呢 我想大家也都不陌生 我們接下來來到的是銀威的攤位 那銀威呢其實它主要是聚焦在半導體的後端的封裝測試 就是這一塊尤其是在 AI的伺服器 或是在HGPC這個部分的琢磨也蠻多的 那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傑森來聊一聊 銀威在這個部分的一些發展的一些狀況 我們有請我們的傑森 OK我想 AI跟將來的整個高階的Server 一定是成為我們後面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趨勢 我想這個趨勢只是剛開始而已 我想銀威在測試界面的部分 我們在過去也是針對高頻高速 大封裝高功耗的部分 推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對應的產品 像我們的Cohesho Socket 像我們的Hyper Socket 像我們散熱的Titan的部分 我想散熱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顯學 散熱絕對是將來一個決戰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戰場 OK謝謝先生 那您剛剛其實有提到高速的部分 那據說其實你們在昨天其實也有參加了矽光子的一個聯盟戰的一個部分 那是不是也可以請您談一下 就是說目前銀威在矽光子的整個佈局的狀況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想銀威在矽光子的部分已經投入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應該從2019年開始就跟美國的幾個重要的一個partner 一起來合作矽光子 那也在昨天正式成立了矽光子的台灣的一個聯盟 當然銀威絕對不會缺席也是裡面聯盟之一 而且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我想矽光子的分類 它的戰線很長 分工也很細 不是一個公司或一個產業就能夠撐得起來 必須結合就像在聯盟裡面各種不同產業的人 我想銀威做的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叫做5-Pitch的 Double-Side Probing這個部分就針對IC的部分 所以相對的銀威在這個測試介面裡面過去也跟這些 知名的廠商一起合作也就非常有經驗了 所以我們也結合了我們的垂直探針卡 我們高頻高速的Socket 加上我們散熱的HeatCom的溫控系統 組成了一個非常好的針對CPO的一個測試系統 那現在也很多個客戶也都在認證當中 這個我們也希望在CPO 將來對整個產業銀威可以做出一些貢獻 好非常謝謝傑森的一個介紹 也預祝銀威的展出可以 今天可以非常非常成功 謝謝副總 謝謝 謝謝 好我們接下來來到的是林德科的攤位 那林德科的攤位其實在整個Semicon的展開 其實也算是一個長客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要邀請到的就是 王威宇先生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年的林德科的一個展出的一個重點 大家好我是音樂部威宇 那今年林德科主要展出的品項是 晶圓背面保護膠帶 那我們主要應用在Wevo Level CSP 晶圓及封裝這樣的製程 優勢在於取代了傳統Modding製程外 我們也間接了提升了晶背的保護性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提供了 像是紅外線穿透以及不可穿透 等多樣型態的產品類型 再來就是因應現代電動車的潮流 造車所需要使用到的晶片其實越來越多 也帶動了藍藍性等級的材料的需求提升 那林德科其實也不弱於人厚 我們也正在研發出這樣的品項 來應對各個車櫃大廠 再來就是我們其實有最新的產品 是UV固化型的背面保護膠帶 那取代了傳統紅烤製程 使用了這項UV型態的固化製程 就是以UV照射的方式 那會大幅提升UPS 間接的縮短了客戶的製程時間 非常謝謝威宇的一個介紹 那接下來也想要請教一下 林建次副課長 就是說其實剛剛威宇也談了很多 那我不曉得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針對一些像是客群 或者是說在一些Solution的優勢上 是不是也可以請您在這邊再多做一些補充 其實林德科所提供的服務 不只有包含在材料面的一個需求 它包含設備的部分 那硬核現在目前 今年的Semicon Show的一個主題 就是AI時代的來率 那其實我們也提供 像現在目前很康的這一些 包含台積電等等的這一些廠商 這一部分的Solution 那我們所提供的 尤其現在新展出的一個開發中的產品 就是說Low Particle PG-Tab 就是希望說在他們的製程過程當中 所使用Hybrid Bonding的這個技術 可以讓Waver的表面盡可能的乾淨 而不要造成說他們在未來見解的過程當中 有任何的一些問題產生 好謝謝林建治副課長的一個介紹 那也希望說今年的一個展出能夠順利 OK 好謝謝兩位的時間 謝謝喔 好我們接下來呢 來到的是Facebook的攤位 那各位如果有看去年的開箱影片的話 其實Facebook也有在去年的影片中 那今年Facebook又在我們的影片裡面 那我想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我們的總監來聊一下 今年的展出重點其實跟去年不太一樣 今年也會展出一些類似像是 壓電的技術或是拓補的一些技術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是先請我們的旅總監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壓電技術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量級是什麼 來有請總監 好的 Facebook的壓電技術是 將這個創新的壓電閥技術呢 使用在半導體裡頭的一些閥門的控制 比如說Gate Valve在各個設備上面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Gate Valve 那我們做了一個優化的運動控制 透過壓電閥它的特性是響應非常快 然後它也很節能 然後當然它的壽命很長 可以做到非常精細的控制 所以我們的這樣的壓電技術 可以在設備上面的Gate Valve 讓它達到很大程度的減震 喔OKOK 好 那這邊其實也想要請教叫拓補這一塊 因為過去我們在針對拓補這個技術 很多時候可能會想像成一些類似像是電路的一些拓補 但是因為你們算是設備商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在設備商裡面 拓補這個技術大概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概念 Facial的拓補技術 實際上就是我們提供了一個自動化平台的解決方案 那我們在這個解決方案裡頭呢 就是提供了各種市面上最主流 能夠連接於像EtherCAD ProfitNet 以及EtherNet IP 那從這個節點以下 我們可以到現場層的 譬如說傳感器 Sensor DIDO 以及法導做一個快速的一個整合 主要有效能夠幫助客戶 能夠做到一個很簡潔的一個數位化通訊 以及這個數位化升級智慧製造 這是我們的那個拓補架構的自動化解決方案 OK 所以看起來應該就是很多不同的一些工業網路的一些Portacle的一些整合 然後你們也可以協助一些廠商去做一些類似 像是數位轉型的一些這樣的一個概念對不對 好 我們非常謝謝總監的介紹 也預祝我們Facebook今年的展出可以成功 謝謝總監 謝謝 好的 我們接下來來到的是紅格的攤位 那我想大家對於紅格的印象 其實它是一家自動化的一些大廠 但是今年他們出現在Semicon的一個整會裡面 那我想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其實在整個半導體廠房裡面 其實也非常的需要一些自動化的一些解決方案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邀請我們紅格的發哥 來跟我們聊一聊 關於在一些半導體廠房的一些能源管理的一些部分的一些 展出的一些亮點 我們有請發哥 大家好 我是紅格科技鄭樹花 那我想我們這一次的展出 最主要是有能源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能源的部分 第一個是電表 那我們可以做到的是 從廠物的用電 還有設備的用電資訊 那再重要的是說 我們跟環境的一些管理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有IoT Start把這樣的資料呈現把它整個結合出來 讓客人知道說我電用哪裡去 那對設備的機台的分析 我們如何來提高生產力 這是紅格產出最重要的一部分 那也謝謝發哥的一個介紹 看起來就是說 針對這個部分有些九九發言 可能也會跟一些ESG的部分有些關係 那接下來也想要請教一下發哥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其實半導體的廠房裡面 其實IT跟OT的整合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針對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請發哥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我想IT跟OT 這個就是兩個領域 因為它是有一個鴻溝 因為他們面對的設備不一樣 他的通訊協定不一樣 那如何來扮演這個角色 因為紅格有很豐富的經驗 那這個角色裡面我們做得非常好 我們有更好的這次的展出 我們有OPC UA 可以讓客人很容易從現場端 直接把資料不用透過PLC 直接把他的資料傳送到後端的資料庫 那我們有他的通訊協定 是在OT與IT裡面 大家更為關注的點 那我們資安的保護 因為有OPC UA可以得到更充分的保護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在現場有這樣的解決方案 非常歡迎所有的客戶來紅格攤位來參訪 OK 好 謝謝發哥的介紹 我想其實他的介紹裡面 可以看到就是說 看起來PLC的部分是可以省略掉的 對 好那我想我們也預祝 今年紅格的今年的參展可以順利 然後也謝謝發哥的介紹 謝謝 謝謝 好的 我們今天已經看完了6家的攤位直擊之後 我們各位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一次的Semicon台灣的整個那個議題 涵蓋的範圍其實非常非常的廣泛 那也包括了像是自動化這樣一個技術 其實在整個半導體產業 其實也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年的展期一樣只有三天的時間 各位一樣要把握時間去看 那我是IC之音的瑤瑤 我們的Semicon展位直擊 我們明年這咯 拜拜